塔前暖臨星座雲西 在2021年的農曆二月再遇榮貴 首先要跟大家說聲不好意思 因為新聞都真的停足了一段時間 不過情有可緣 首先就年尾年頭這些時候 就很多人找我去做蒜頭鏈 Service H 甚至做了大批 Service J 甚至最近有很多人做過ACG 尖聲地圖 Service M 因為都真的是 移民是一個對香港人很熱門的心水選擇 然後去年我又做過一個Live 2021的十二星座開雲秘吉 我也上去怪別人說了 大家可以當這是一個整年的星座雲西 但當然就不夠我每一個月伴隨New Moon去做的星運 還有真的很多星象 去年有冬至土木下 今年六星連珠 還有水翼水瓶座美國大選 還有我搞免費二占 還有我最近也做過幾次Live 所以其實真的很忙 就分心佛術 所以要將免費的星運暫告一段落 但現在就回來了 我相信大家會體諒 好 快點報告正題 今次農曆二月伴隨著 蔡日即是西曆三月十三日的雙魚座新月 割下無論是上星還是太陽 以下這個星座 你們的自身整體運勢將會如何呢? 摩奇著香港人又叫山羊座 挺開心的這個農曆二月 長久以來呢 就著錢銀如何去享樂你的消費模式 這些這樣的問題呢 其實都跟一些人是有過一些衝突的 尤其是如果是兩位男性的話 例如你本人是男性 然後你又跟另一位男性 就著這些問題呢 應該會有過一些 角力 大家都各持幾件 例如是父子 又或者 機級 為什麼呢? 因為可能你喜歡這樣去買這些東西 但是對方會覺得你好敗家 大花童諸如此類 但是你又會覺得 這些錢我自己賺 我自己花我自己開心 關你差事嗎? 是不是? 我喜歡買LEGO嗎? 我喜歡玩車嗎? 我又不是花你的錢 但是總之 會有一些大家 不是很明白大家的 這些這樣的情況 膠著的狀態 其實都不是膠著 都真的應該有一點 大家是吵過的 不過這個農曆二月呢 你們可以有一個 溝通的契機 OK 大家去坐下 開心見城去互相去 體諒一下大家內心的想法 OK 尤其是如果你們 一起去出一個短短的旅程 OK 可能一路去郊外去旅客行 那一路去相處的這些時候 就一路去聊一下 說起 其實我們以前就過這些問題去吵 不如我們和解 不如我們互相去 站入對方的立場去思考 OK 會對你們的關係 是有一個完全的改善的 尤其是如果你們到處去的這些地方 是有水 OK 可能你們去逛逛海灘 逛黃金海岸 去千島湖 都會令到你們之前的磨擦 是減少的 去加回一個潤滑劑 不過就算你們沒有之前這些困難 其實 這個農曆二月 去這些水的地方 去逛幾轉 OK 甚至你說 其實過一下海都是好的 OK 有空無聊過海 坐船 這樣 都是會令到你那個身心靈的狀況 提升 OK 不過呢 不要自己一個去做 因為如果是這樣 你會錯過這個很好的機會 其實真的找一下朋友 OK 或者找一下 和你有血緣關係的人 OK 一起去這些有水的地方 逛幾轉 都是會令到你們的關係升溫 不一定是說男女之情 你和你家人都想你們的關係好一點 好 這個是第一 第二 跟著就要恭喜你們 因為當你聽完這一個錄音 看完這條片的二十天之內 OK 那你們有機會 升職加薪 或者是 你的事業方面 是得到一些掌聲 是有一個名譽地位 是讓你得到的 所以呢 我現在勸定你們 最好快點去換了你的手機 送舊迎新 因為 水也剛好過了 是不是 還有呢 伴隨著你的這個 這個 這個事業成就 你接下來會開始看的 會多些人找你的 OK 例如我當你業界 如果你在這個業界 可能拿到一個大獎的話 喂 那很多人會開始來 來找你做訪問 是不是 排山倒海地去聯絡你 那這個時候 如果你還在用這部老爺機 它有成人在那裡壞的話 那萬一一個不小心 它真的無端端 關掉了 開不回來 那你便會錯過很多這些 後續的機會 是不是 所以呢 趁這個農曆二月 去換了你的一些電子儀器產品 都是一件好事 何況水也真的剛剛過了 OK 那 如果 如果 你本身已經在打工的話 就是升職 老闆會賺給你 但是 如果你說 哎呀 我正在代業 現在這個經濟環境這麼差 那我 有什麼升職的機會可能呢 咦 不是說升職 但是都會有少少工作機會 OK 但是呢 就是看看你會不會是做開這一行 做開哪一行呢 是要用手去寫東西的 做一些文字的行業 OK 那有人可能會給一些小小的 jobs 這些freelance的工作 你去做的 例如你本身去做翻譯 OK 今時今日我們當然是用電腦去打字 但是 其實你用電腦打字 你都用手打字 你不是用腳趾打字 是不是 這些文字呀 用手的工作 又或者呢 如果你是做開寫作的 OK 例如你是去寫Screenplay 如果你是做一些電視台 或者是電影的編劇 OK 電影 或者你是做theater 那這些寫作的東西 你都會有很多 圓圓不絕的機會 OK 所以既然有這麼多機會 有這麼多人去找你 講多一次 其實這個農曆二月 真是你去換了你的電子儀器 一個的黃金階段來的 否則Touchroot 一個不幸運 你的機器壞了 你就會和外界失聯 到時就追悔外級了 最後提醒大家 以後的新聞post 無論在哪個平台 Facebook, IG, ME, YouTube 都記得要點擊 再打開文字的description 去找一下有沒有財蛋 說真的 我塔尖頓南星運 都算是在玄學界裡比較unique 首先我不是透過Cartumency 即是抽牌 即是占卜師的一己之力 去講宇宙的大事 OK 就算我有時我講宇宙大事 我都是跟星象的 或者是根據別人的那些盤 去算他的命 而第二 雖然坊間都真的有占星師 會跟星象去做monthly horoscopes 但是他們是根據calendar month 而我都經常強調 星星是有自己運行軌跡 即是我們不應該被人為的力法去影響 所以我才是做初一新月 甚至以前有時間會做十五滿月 但是今天開始 我就決定了 為了令我這個星運更加特別 我去走多一步 亦都是給大家的小小心意 就說 因為行星的角度是觸得很緊的 它就未必每一個月 就會對每一個星座造成影響 所以有還是沒有 就會留待 回到文字的description 給大家去發掘